大家好,这里是BigBoys Club,我是白其呼 还记得上一期便宜大份又实惠的 宝可梦官方正版授权手办开箱吗 那么这一次它又来了 感谢玩乐主义爸爸官方的送策 那么我们这一期要开箱的就是 玩乐主义Pryfica系列第二弹 月亮一步,太阳一步,还有星子一步 底桌,本体,到下间 加烏乐特点卡 这下就三个都屏装好了 这个太阳一步它这个pose就是根据 以官方的图件的姿势来做 这就是官方正版授权好的地方 然后它的特效件的底座是一个太阳 对应了它太阳一步的名字 下面也有一些响云,还有一些烟雾的效果 感觉很优雅的样子 太阳一步头上这个珠子的话 它是有做凸起的一个效果 细节还是做到比较到位的 这个月亮一步的话 乖巧的样子也是一眼看到就觉得很可爱 月亮一步有点像仰望星空的感觉 它的这个黄黑配色也是非常的醒目 来看一下后面这个特效件 这个月亮配上一些柱子,看起来就优雅 然后下面的一些烟雾效果也是做了紫色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紫色和黄色是一个比较强烈对比的颜色 这样的一个搭配的话也是显得十分的好看 如果有看过动画的朋友们都会知道 其实月亮一步也是我们小智的劲敌小茂其中的一个得力的精灵之一 然后它的出场相信大家也都很有印象 猛男最喜欢的仙子一步 仙子一步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Celena 赛妹的它的精灵 整体造型看起来就非常的仙气 非常的优雅好看可爱 仙子一步的主题的话飘逸的感觉非常的灵动 前面的小蝴蝶结 然后包括一些尾巴出手的地方的话 这个上色都是没有异色的 做工上色都做的比较好 底座它下面有两朵这样的烟雾 然后中间的话是有两个透明件的新型特效件 这个特效件其实也是做了一些比较淡的颜色渐变 也是和样子外貌这个颜色是做了一个比较相称的设计 后面看的话这个新型就比较明显 在动画里面的话它也是用过这个 类似爱情不动的这样一个招式 值得一提的话 三个手办其实它这些静零化都是可以和特效件和这个底座分开摆放的 比如这样 三只都可以单独拿出来放在上面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照顾一些可能桌面上或者说一些摆放位置不太够的朋友呢 就可以单独这样拿出来 三个产品都是和第一弹一样都是采用了PVC材料制作 中央方面的话稍微有点重手的感觉 对大概也就一两百克的样子 高度的话太阳一部和越南一部的高度大概到18厘米的样子 那么限制一部呢 因为它的触手这个稍微高一点 所以它就有大概20厘米高 大概就是这样的参数 然后对比皮卡丘的话就可以看到 说完了产品优点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些不足之处 太阳一部和越南一部 它上面的底座的话是有一个小小的卡扣站位 但是呢这个仙子一部的话 只是有中间三个落脚点的这个卡扣位 所以这个摆放的话要比另外两个要更小些 否则的话就很容易会 对就很容易会打 你看这又掉了 太阳一部 它前面这里一些接风处啊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把这个月亮一部也拿走的话 这个底座就给我一种美少女战士的感觉 对又月亮又柱子 如果放一个LUNA就是月眼兔它那个黑猫 那个手办在这里的话就感觉 一下子就变成了美少女战士手办了 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个人认为的 这三款手办的一些不足之处 这次三款一部手办的价格呢都是来到了269元 虽然说呢比第一弹呢价格贵那么一丢丢 但是总体看下来的话 它这个底座和特效件呢是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升级 所以呢这波不亏 价格还是控制在机米的价格 但是质量呢是已经来到了手办的质量 总的来说它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建议宝可梦的粉丝 特别是一部除可以考虑购入一种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测评视频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Big Boss Cup 好玩的能玩的我们都会玩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